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悲催的大学生 只因为一次旅游 最终落得一个植物人的下场 更是在回到家乡不久后 突然死亡 结束了自己年轻又短暂的生命 这个人就是陷在镜头中 苦苦哀求的男子 原来他叫做奥托瓦莫比尔 在此之前他曾是一名 美国弗吉尼亚的大学学生 而他现在哭泣的原因 则是被朝鲜指控以阴谋颠覆国家罪的罪名 要求他在朝鲜接受15年的牢脚 那么这位美国大学生 为何会遭到朝鲜方面的指控 他到底触犯了朝鲜的哪一条法律 才会被判处高达15年的牢狱之灾 原来在2015年的12月29日 奥托参加了一个旅行团 他们从美国出发最终到达朝鲜 而这次旅行的目的 就是奥托为了亲眼目睹一下 朝鲜这个神秘的国家 我们都知道朝鲜不同于其他国家 他们相较于比较落后 整个国家对外也一直保持着神神秘秘的状态 就连来到这个国家的游客 没有朝鲜本地导游的许可 他们是不能随便参观或拍摄 但来到朝鲜的奥托 显然没有把导游的话记在心上 他背过导游 开启了他在朝鲜的自由行 当然这也仅仅是在他所下榻的酒店范围内 于是他开始一层又一层的游览起酒店 而在这个酒店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酒店内的客厅 并没有五楼的按钮 但酒店内确实存在五楼的空间 于是好奇的他通过四楼的安全通道楼梯 顺利的来到五楼 但五楼并没有他想象的那神秘 只是和其他楼层一样的布局 不过这里的房间都锁上了 郭道里只是印有一些反美的标语和画像 墙上还印刷有朝鲜本国的领导人投降 其他就没有什么 于是在好奇心的作祟下 奥托不仅将一些反美的标语海报撕下 更将墙上印有朝鲜领导人的画像给损坏掉 做完这一切后 他便顺着楼梯偷偷地返回自己所在的房间 他以为自己的这些行为无人知识 但却不知 五楼的监控已经将他的所作所为 给清清楚楚地拍摄记录了下来 直到奥托旅行结束 他即将登上返回美国的飞机室 朝鲜的警方将他拦截下来 并告知他的行为在朝鲜已经属于犯罪 并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他的罪行 由于罪证确凿 奥托并没有辩解 或许他认为这只是一件小事 自己凭借着美国人的身份 朝鲜方面也奈何不了自己 但是他错了 在经过朝鲜警方的调查后 朝鲜的最高法院 以阴谋颠覆国家罪 判处奥托高达15年的老脚 这时奥托才觉得 朝鲜并没有对他开玩笑 他也感到了害怕 于是在他庭审的现场 他痛声说道 自己并不是故意的 他想要回家 但美国的家是哪有那么容易回去的 即使当时美国政府知晓了奥托的事 但是朝鲜依旧按照自己国家的判决 对奥托进行了监警 当奥托父母知晓自己儿子 在朝鲜旅游时遭到朝鲜方面的指控 他们立即联系了美国白宫 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出面干涉 尽快地将自己的宝贝儿子接回美国 但当时的美国与朝鲜关系紧张 美国总统也不愿意过多地与朝鲜接触 直到后来特朗普的上台 奥托的这件事情 才得到总统的关注 经过双方的沟通后 在美国朝鲜核计划特别代表的斡旋后 被朝鲜扣押了17个月的奥托 于2017年的6月13日晚上 才最终回到了美国 不过此时的奥托已经被美国医生宣布成为植物人 在经过一周的医治后 奥托被宣布死亡 而朝鲜方面对外宣传 此前奥托昏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食物中毒 但奥托的家人并不认可这一说法 美国方面的医生也并未发现奥托有食物中毒的痕迹 除此以外他们还发现奥托的大脑曾严重受损 之后朝鲜方还要求美国支付200万美元 用以朝鲜治疗奥托的医疗费 虽然美国当时承诺了 但时至今日美方也未曾向朝鲜打管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8年的12月24日 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院 曾做出这样的裁定 美方要求朝鲜支付5.01亿美元 用来赔偿奥托的死亡费用 那么你认为朝鲜最终支付了这笔赔偿款了吗 美国华盛顿哥估计